还有一个月就到圣诞节 市面越来越多节日装饰 这日龚佳欣就衍生一个商场的圣诞活动 最近佳欣因为缺席万千声辉何台庆 而引来外界诸多传测 所以这日他也有为事情解画 因为一直都没有跟大家说 其实我心脏一向都有个小毛病 几年之前发现的 就是一个心血管的位置就生得不对 这个是天生的 所以偶尔都会心口痛的 那个公司都很明白 因为始终那个时间很长 他们都很好 就不要紧要叫我休息 早前有指 佳欣因为公开暗踩陈形演技得罪高层 而令原本主演的压续台庆剧 新42张被临时抽起 面对种种传闻 佳欣就说得胆笑 其实因为我从怎么说 我一向很少说别人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得胆笑 对于这个新闻 我相信观众都会明白 大家识看的时候都会知道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我觉得如果我再去解释的话 就只会越描越黑 但是我一向都是做好我自己 我不会去评论其他人 或者去理会其他的东西 那佳欣是否认为 其实这个奖任何一个人拿都会开心 这个当然了 而且我觉得奖真的很难拿 我觉得如果可以拿到的话 就会是一个bonus 真的是感上天花 最重要的反而是 你的剧集播出的时候 观众和你一齐那个投入 就是他们会为你的角色 就是陪你一齐笑 一齐哭 这个是自己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满足感在这儿 那最后一家是18年后的这套剧战事后 是 你自己会不会都有信心 是 我就差点忘记了原来是投票的 因为昨天开始 昨晚有朋友就传了他投票 那个screen capture 了给我 是 然后今早又收到 那我就心疼 是 原来是要投票的 所以不要紧 也不迟的 因为那个名单是昨天才出 所以我今天就要开始努力拉票 拉票 就是我觉得有没有不要紧 但是至少我努力过